你从九安山回来 就一直心事重重 连陛下都看了出来 还问我 你是不是不喜欢 现在的太子妃人选呢 母妃定办 母妃说什么 你的心情我明白 但是越在这个时候 心里越要稳得住 你刚刚受风 豫王一案也才尘埃落定 无论如何 现在都不是提起 当年旧事的好时机 我想苏先生也是这个意思 是吗 对 他还特意让霓皇来提醒我 且不可操之过急 聂也将军 聂也夫人 不是我杀风景啊 你们能不能先不要这样 好吧 我是杀了风景 我是说你们两位以后 有的是时间 慢慢体会这种重逢之喜 现在能不能先听我 这个江湖郎中 说一说聂将军的病情呢 我知道你以前这样说过我 聂将军深重之毒 名为火寒之毒 向来以天下第一奇毒著称 他的奇就奇在 既可救命又可夺命 更能置人于 地狱般的折磨之中 聂将军当年全身被火烧伤 火毒攻心 本已无生还之力 可是聂将军 恰恰跌入了血窝之中 被雪戒虫咬视全身 这才保住了性 雪戒虫只生长在梅岭附近 砖石胶肉 同时吐出毒素 以冰寒之气扼住火性 使人惊火却能保命 火寒之毒也就因此形成 身中此毒之人 骨骼变形 皮肉肿胀 浑身上下长满白毛 就像聂将军这样 而且蛇根僵硬 不能延矣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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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毒每日发作数次 发作时需以血液方能平息 且以人血为最佳 虽然这样可以苟延性命 体力也与常人无异 但是这种折磨 也并不比死了更干净 聂将军能坚忍这么多年 聂将军能坚忍这么多年 心智却非常人所及 在下佩服 那此毒能解吗 有我这个江湖郎中在 就可以解了 有两种解法 一种彻底的解 一种不彻底的解 可以任你们挑选 当然要彻底的解 聂夫人 请容在下 对这两种不同的解法 加以说明 再选择可好 要解火寒之毒 过程非常痛苦 简单说就是 削皮错误 聂将军是条 真正的铁汉子 这点苦当然受得了 只不过要想彻底地解 须将火毒 寒毒 碎骨重塑而出 之后至少要卧床一年多 用于骨鸡再生 这种解法最大的好处就是 解毒后 容颜与常人无异 只是相貌 会与以前大不一样 而且舌根恢复柔软 可以正常讲话 这种碎骨拔肚 对人体的伤害极大 不仅内息全催 再无半点武力 而且从此多伤多病 时时复发寒疾 危急性 不能再想常人之寿 你说什么 人的身体 总有一个不能承受的极限 如果要选择这种彻底的解法 其实就是拿命在换 不过如果好好保养的话 回到四十岁 应该没什么问题 你也不想让我 令公子 那他是不是 蒙大哥 您别叫我 你怎么告诉我的 你说你身子虚 说你痒痒就好了 可现在呢 你都变成这样了 你还来京城 来京城上上下下地折腾 你不要命了 你的命你不在乎 想过我们没有 想过我们没有 蒙大哥 你闭嘴 你在他身边 他想胡闹你也不管一管 你就任由他这么胡来啊 行了 你也不要骂了 他是一个多有主见的人 你还不知道吗 当时就算魏征不在你在 你能拦得住他吗 我当然 别说了 允皇 你们跟我来 我解释给你们听 你也别再废话了 见重点说 爷爷 苏先生这是怎么了 爷爷 好 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 这种不彻底的解法 这种解法 在原理上也差不多 就是把身体内的毒性 保留控制一下 不伤及人体根本 解毒后 可保毒性不再发作 无需再隐血 身体虽然无法恢复到 五人体魄 但也基本上与常人无异 最重要的就是 可想偏年 但是呢 对嘛 但是 浑身上下的白毛不能禁除 蛇根僵硬也不能禁解 说不清楚话 即使是你现在的样子 我也觉得很好 阿弥 他